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就是比较兴奋一点 在家里因为现在是休息 很多事情都要安排那个 还是我的媳妇跟我的儿子说 妈妈你不用担心 我们已经准备好的 你不用担心 你叫我不用担心 可能我太兴奋吧 江燕姐的好友余穆莲因学业言住院近半年 更多次传出病危消息 日前终于出院 江燕姐也相当开心 她真的很开心 因为她待在医院里 有两个多月 吃不到东西 又不可以起床 她说真的很不舒服 很不开心 她真的想哭出来 因为她是掉营养进去 现在她开始可以吃点东西 而且又可以出院 在过去那两三个月 她心情真的很不好的 听说有的时候她只哭出来 因为很孤单 没有人可以去医院看她 睡也吃不到 睡那个床 她都睡在身边 那个皮肤也有一点的发炎 就是我们听到她很难过 现在可以站起来慢慢的走 还可以吃东西 我们大家都很开心 高飞最近工作忙碌 但她接下来应该会更忙 因为她儿子就读的幼稚园 有老师确诊 而需要停课14天 其实我不是太担心 因为他们那个老师是K3的 然后我儿子是PM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分得很开 但是第一天的时候 因为安全嘛 所以我都马上买了那个快速的测试 就去给她 然后她是negative的 然后也有把她的大便去做了检测 然后也是negative的 所以我觉得还好吧 现在就是知道她没有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 她现在放假了14天 所以14天我就在地狱的感觉了 我每一天都给她脸着 就妈妈 然后我每天出去工作的时候 我都觉得说好累疚